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比较严重的案件 警方在通缺六个人 六名疑犯 他们在多伦多 现在在目标多伦多的珠宝商 所有珠宝商要留意一下 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要留意呢 他们在5月23日 有两个受害人 在他们自己的珠宝店 Innersville 就回家 回到他们的家里就在Von那里 当他们回到车房的时候 就有四个蒙面的人走出来 第一就刺穿了他们的车胎 抢走了几多财物 有珠宝 有现金 而这两个受害人 都有少少受了一些轻伤 现在有六个人 当时只有四个人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 有六个已经被刺穿了 即是一个集团 是 这是第一名 这是第一名的疑犯 然后呢 我们陆续可以看一张照片 这个不是疑犯 这个绝对是祖舍 这个不是疑犯 即是他们是一个犯罪集团 专注的珠宝店 看到他们有组织和有计划 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们知道你进车房 然后第一时间刺破你的车胎 然后再抢你的珠宝 是的 那是这样的 其实他们还有第二些案件 是他们有嫌疑 是他们做的 所以他们现在这群人里面 警察那方面 已经有捕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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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是 是 我 对 是 您 一文 我 真的 您 沒有 您 是 我们的选择会议会而已 其实工作的人都会继续做 在筹款都会继续做 如果有人说要筹款 我不会说我们放假 我稍后才来收检查 譬如别人打电话进来 我们一样会照听 但我们的选择会议会 优惠一次一个月 可以这么说 你们只是内部需要休息一下 但灭续热线 一样会正常24小时运作 对 令我知道 因为下星期开始你们就休息了 两个星期之后 当Joseph再回来的时候 灭续星期一好像要改时间 对 灭续星期二 灭续星期二 只不过我们想提醒大家 由第三个星期开始 应该要到八月中的时候 就要变成灭续星期二 没错 但灭续热线需要的灭续资料 那就不会改 一到日都需要大家 打相来提供资料 不如叫Joseph再提提我们的市民 就是说灭续热线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匿名 不如再提提我们 绝对是 现在唯一可以匿名报案的途径 唯一就是灭续热线 如果 譬如 再提提大家 就是 不要等到有罪恶发生的时候 才打灭续热线 如果 任何人知道 任何人有一个想法 或者 发觉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一样照打这个电话 我们是很希望在罪恶未发生之前 已经可以扑灭了 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再发生 不要发生 如果我不觉意听到你说想去打劫 那我就绝对可以先打 绝对可以先打 又或者你看到那个人突然间 无端端收拾一些东西 到手袋上 上班那些东西 好像不是很正常的 举动或者什么 都可以先打劫 灭续热线 灭续热线 亦都鼓励大家去灭续之余 亦都有一个奖金 就是2000元 成功破案的话 会得到最高奖金2000元 2000元 就是最重要是一定要成功破案 是的 就是如果那些报料 是 警方是用那些料 可以破到案 那我们就会 我们的桌上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谈谈就是 究竟这个案件 我们要付多少钱 明白 很清楚了 Joseph 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要到八月中 星期二 而且要变成星期二 是的 今天多谢你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谢谢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好 我们一起看看各大城市的天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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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一个 我觉得其实是